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家会介绍的是由我国选手熊锦兰对阵87选手三多士的比赛 熊锦兰曾获得望女子超量级冠军金要带等等 赛前熊锦兰的战绩为16战15胜 赛前熊锦兰已经好取了7连胜 而这个三多士赛前已经取得了18战12胜的战绩 可以说实力也是不能巧思的 比赛开始后双方二皇不受马上进行了激烈又休门的对拼 接下来熊锦兰以连续中拳暴打三多士 比赛才开始没多久三多士就抓住机会做出了一个拿背的动作 不过很快就被熊锦兰成功挣脱了 而后双方马上进了相互扫踢 接下来熊锦兰突然开始发力以连续中拳外交休门的颈期将三多士击倒 紧接着熊锦兰坐在三多士身上以连续中拳霸的绿色 不过三多士也在坐着拼命的挣扎 似乎又临声救了三多士一次 第二回合开始后双方暂时展开了凶门的对拼 接下来在双方对拼过程中 熊锦兰不慎被三多士直接暴摔倒地 回到战力对决后双方暂时展开了凶门的对拼 而后熊锦兰不慎被三多士暂时暴摔倒地 不过熊锦兰很快站了起来 但是随之在此过程中 三多士已经做出了一个断头台的把位 想要KO熊锦兰 但是这个断头台把位并不成熟 很快就被熊锦兰挣脱了 第三回合开始后三多士已连续扫地暴提熊锦兰 最终熊锦兰抓住机会 以及后手群直接KO对手 赢下了比赛 裁判马上飞针叫停了比赛 三多士也被彻底打敞了 一共五回合的较量 熊锦兰逆转爆发 仅仅用时不到三个回合的时间 就将对手打敞KO了 只能说熊锦兰真的太强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残妮咬之不清的大大舌头两个